第一次在台東東邊的北深東外海 有市民來捏到一隻很可憐的大山魚 說要還有一月八千年 之前他們做生的這個特殊 這位山魚說有四米等 可以說是這隻請大隻 這禮拜 想說市民捏到一位大山魚 為冰箱調查的提供非常大 我還是說錯 因為這種山魚 沒出所看的山魚 若章生在身體中 他生在我近乎 他面穿這種魚叫做無中基山 在地的因為都因為他無中基 我都叫他無中基 不過他正確的下名叫做火流塞山 也就是有六年魚塞的特殊 這個特殊跟一般的山魚有五年魚塞 是不一樣 傳說這項特殊是來自他們的祖先 一億多年前 就有這種特殊到現在 算是地球上輸增 最早的不中基 大部分的鯊魚都是五個篩孔 所以六塞鯊 它自成一顆是成為六塞鯊 那邊來到的火流塞山 地點剛好在輸增危機的 當面向百姓度外海 也會有關聯 傳說這是他們的 相對是像愛在沈海北谷外島有關 跟危機無關聯 它可以在棲息到更深的深度 就是大概在兩千公尺左右 所以其實在台灣的沿海 是比較少見到這種鯊魚的 沒見過來並沒有像這種山魚 一直保有命路 所以這位會六塞山最好在市場打賣 記者從哈佛的